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肚子饿不饿啊 我饿了 我也饿了 我们去找地方吃午餐吧 你们看 前面有一家餐厅耶 我们走吧 我想吃A餐 我也想点A餐耶 我也是 我也要一份A餐 所以我们总共是四份A餐吗 没错 四份A餐总共是400元 咦 大家还记得上支影片学了什么吗 我们来回顾一下上次学的东西吧 若以X表示餐点分数 以Y表示总金额 请问Y是X的函数吗 是的 因为当我们确定餐点分数后 恰有一个总金额与它对应 也就是当给定一个X之后 恰有一个Y与它对应 所以这里的Y是X的函数 太好了 狐狸猫还记得很清楚呢 那么今天我们来介绍另一个名词 叫做函数值 函数值 这是什么 函数值顾名思义就是指函数的值 也就是说 若Y是X的函数 则X等于A时的Y值 称为此函数在X等于A时的函数值 好复杂 以刚刚的餐点来举例的话 因为大家总共点了四份A餐 也就是确定X等于4 要付的总金额是400元 也就是当X等于40的Y值等于400 而这个Y等于400 就是此函数在X等于40的函数值 原来如此 如果对应到上次学的关系式 因为一份A餐100元 所以XY的函数关系式为Y等于100X 当X等于4的时候 带入函数中会得到Y等于400 而这个400就称为此函数在X等于40的函数值 就是这样没有错 那我们来练习一题看看吧 求函数Y等于-3X加2 在X等于50的函数值 我知道 这相当于在求当X等于50的Y值等于多少 所以就将X等于5带进函数中即可 所以函数值Y就等于-3乘以5加2等于-13 没错 那换你来练习一题吧 求函数Y等于2X减7 在X等于-30的函数值 答案 答案选C 跟刚刚一样 求X等于-30的函数值 就是将X等于-3带入函数中即可 所以函数值Y等于2乘以-3减7等于-13 我吃饱了 我也吃饱了 欸 我刚刚看到前面有一家很可爱的纪念品店 等等要不要一起去逛 好啊 欸 你们看 我们好幸运哦 刚好遇到游乐园周年庆特价耶 周年庆特价优惠 店内商品享有打八折再减200元的优惠价 要买要快 这里我们也来看一下是不是函数关系吧 若商品原定价为X元 经过特价优惠后的售价为Y元 那么Y是X的函数吗? 因为当X的值确定后 都恰有一个Y值与它对应 所以Y是X的函数 没错 那你能写出Y与X的关系式吗? 周年庆特价优惠 店内每件商品享有打八折再减200元的优惠价 若商品原定价为X元 经特价优惠后的售价为Y元 以至Y是X的函数 是写出Y与X的关系式 答案选B 答案选B 哇!这个吊石好可爱喔! 而且里面有四个 我们刚好可以一人一个耶! 这个八百元耶!很贵耶! 现在刚好在优惠起见啊! 对齁!那八百元特价完是多少钱啊? 周年庆特价优惠 店内每件商品享有打八折再减200元的优惠价 若商品原定价为X元 经特价优惠后的售价为Y元 以至Y与X的关系式为Y等于0.8X减200 则一元定价为800元的商品 特价完需付多少元? 答案选A 原定价为800元的商品 也就是X等于800 代入函数中可得Y等于0.8X800减200 计算一下即可得到答案等于440 所以特价完的售价就是440 哇!用的很便宜耶! 对啊! 那我们去结账吧! 在今天这支影片中 我们认识了函数值 也就是函数的值 若Y是X的函数 则X等于A10的Y值 称为此函数在X等于A10的函数值 接着我们也练习了 在应用问题中 该如何计算出函数值 那么下一次 我们会跟着狐狸猫和小树蛙 一起认识更多函数的概念 敬请期待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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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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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